9月27号 泰国会议展览局 泰国酒店业协会等共同推出 2017首届泰国国际饭店即连锁餐饮设备展 推动餐饮企业加快转型发展 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从2014年至今 随着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 大众餐饮企业也处于增长趋势 每年取得10%到20%的发展 加上泰国人的餐饮观念发生变化 逐渐增加外出就餐的频率 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泰国会议展览局和泰国酒店业协会等 共同计划打造2017首届泰国国际饭店及连锁餐饮设备展 其中包括有多元化的材料 创新科技产品 创造性服务 其市场营销等 将会帮助企业更新产品和服务 吸引大量本地及海外的客源 据悉该展会将于2017年8月12号至14号 在曼谷市立及皇后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东盟卫视MGTV记者李莉莉 泰国曼谷报道 字幕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